创意比才近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黄培硕 大盘今天拉回200点 那这个盘呢 我说这个第五波已经结束了 21937 接下来只是看它怎么样的一个 拉回震荡整理 休息 然后再持续震荡而已 上礼拜五呢 达到一个低点21174 有没有 这个上礼拜五这个黑黑棒 达到低点 我说这个地方呢 跌了200点 然后300点 然后又200点 连三根 然后到了次级市场区 我们跟你组长 我们预告 上礼拜五 预告我说 接下来要强谈 昨天强谈400点 我说你不要过度追高 这个只是反弹 你看它今天又下来200点 那我们这样的分析 都精准命中 其实都是有所本的 都是有所本的 我们看大盘的部分 大盘 这5月29号 我说这个21937 这个高点呢 应该是就这一个脉动 15975 1235波的一个高点 头部这是从15975 15975到21937 这个脉动呢 这个脉动应该是告一个段落 那这是幅度很大嘛 头部这是 有没有 这个在6000点 头部是6000点的行情 15000 有没有 21900 这15900嘛 6000点的行情 然后6000点的行情 这个6000点的大概就结束在21937 老师你这个21937 确定是精准命中吗 我说我们再跟你做行情分析 都是有所本 那你凭什么说这一段 19291到21937 这第5波呢 它已经大概不会扩延 已经大概有机会告一个段落 那主要是我们看这一段 19291的细微波和脉动 你前面这都成型了嘛 1234那第5波嘛 我说一个完整的一个推升结构 就是大概就5个脉动 5波的架构 当然这过程中里面 有一些细微波会扩延 那加总起来当然不止 就是说整个脉动是5波式的 比如说5波式里面 第三波它出现扩延 那当然另外一回 那比较小级数的 同一级的级数大概就 5波推升的脉动结束 有没有 那这个15975到21937 大概就有一个结束 那重点是这最后一段 你凭什么判断说它结束嘛 19291到21937 这第5波 你看它第5波结构长这样 19291到21937嘛 这个第5波 第5波里面它细微波 这边一组迈动 我说这边是一个整理 这边有一个整理嘛 大概是一个12345波嘛 里面这个推动也是 有没有 5支山这也是有个小的12345波 完整以后 那这边有一组 前面又有一组嘛 所以这样的结构 12345波呢 告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才把箭头往下画 这个开始要拉回修正 这5月29号 因为这一张图 所以我们才断定这个结构嘛 有短线呢 去分析到长线来嘛 对不对 这比较长线的图 当然这个要很久啦 怎么这个地方 离这个地方还很远 我说这个下来是属于一个 Apple的拉回修正 那Apple拉回修正是跌跌 弹弹 它不是崩跌式的下跌 它跌了跌了会弹弹 弹了会跌 然后跌了跌又会弹 可是它的方向 它方向是这样 这个方向很重要 在过程中 长长跌跌 跌跌长长 对不对 我应该讲跌跌弹弹 因为它反弹而已 上去都是反弹而已 跌跌跌然后又反弹 跌跌跌后反弹 方向很重要 这个方向是这样子 好 这目前大盘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方向这样子 这个细微波 我们会知道这个判断是 因为这个第五波 大概也告一个段落 好 那现在重点来 从细微的脉动我们来看 比较短线的 21937开始下来 下来你看到了上礼拜五 5月31号 就很快就下来 大概 对不对 将近800点 2174了 这个2174 我说它回这次 是让它会先反弹 这上礼拜五的 等于上礼拜五 几乎就收最低 几乎就收最低 2174 那是一个重挫 而且是连续性的 第三天的重挫 上礼拜三200 上礼拜四跌300 上礼拜五跌200 跌第三根的时候 刚好来到次级市场区 我们跟你主张 那个要先弹 当天的美股就强弹了 那台股呢 昨天也顺势呢 跟着一起强弹了 400多点 那400多点上来 又要大工特工了吗 没有嘛 我们不是见掌所掌 然后间谍所跌 上礼拜五重挫 那你又说 那不是嘛 那昨天又大展又说 好也没有嘛 上礼拜五重挫到那个 我说支撑区 我说那反而要先反弹 昨天呢强弹 因为他一口气弹了400多点 一下就又 对嘛 反弹的幅度又差不多了嘛 如果说刚开始只弹100多点 那当然我们说 可能持续再弹 弹了200多点 可能说持续再弹 他一口气弹了400多点 那一下就怎么样 又一天又弹完了 所以我们又主张 那他这个是反弹 还是又要下来 今天果然又下来 这个另外是不是先反弹 你看老师昨天就弹 这就很标准 我这回撤自己上去先弹再说 弹到21612 哇一口气弹了 这样400点嘛 对不对 400多点 那当然你还是要下来 今天就下来 那下来这个结构 一样 我说不过这个结构 已经定调在这个地方 他现在是怎么整理 怎么震荡 怎么修正而已 大盘的部分 所以一直强调 我说现阶段的大盘 台股的一个位阶 它是处于 就是位阶调整 你持股一定要更精进 不要过度去追高 比如乱追高 昨天追了很多股 我今天都打到跌停板了 都打到跌停板了 对不对 有些是你平常 一直追最乎到 一追到哇不得了 最高了 风险很高 你现在要操作 怎么一定要怎么 要稳健 那第一波落 就是我们还是主张 怎么我们还是主张 还是找股票来做多 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持股要更精简 而且要精挑细选 要精挑细选 我说一些比较活泼的个股 如果你喜欢做 那你要做要找他一个什么 那个拉回临界价区 比较清晰的那些个股 再来做 那个就很清楚 就是说假设真的不对 那个天纯点就很短 他也很清楚的那一种再来做 了解你意思吗 当然这是牵扯到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技术面的操作 你说整个大盘 它就是一个震荡拉回的 一个结构目前 而且这会持续很久 头部那个APP要拉回很久 拉回很久 因为这个脉动上来是6000点 15975上来是6000点的行情 那当然初期先针对这一段 19291到21937 这一段当然先做修正 这一段修正完以后 就要接整个脉动的修正 了解吗 它是一个整理形态 接下来大盘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当然整理形态的过程 大A波大B波都是各股表现的阶段 当然会比较偏弱 可是各股也要精挑细权 一样可以赚大钱 这目前的一个结构 可以做这样子 应该就是最怎么样 不要说最精辟的解析 整个盘式结构 大概也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我们的规划 什么时间点 你要该做什么事情 要把它搞清楚 把它搞清楚 好 那台积电也是 头部台电878也是暂时建高点 从527这一段上来 12345破 这边A B穿头细破底 这结构是一个整理结构 好 那这一段结束 他也是回来 那昨天回来 也是来到这个次级市航区 比较细微的 他还是谈 谈了以后 你要见到这些 这个还是在这个区间会整理 台积电部分 老师那你说 这区间整理 它多头有没有改变 没有 还是相对强 可是区间因为行情很大 所以这区间就变得很大 要了解一次吗 是这样子的 台积电大盘都一样 那个区间其实 正常的一个震荡整理 可是你会发现 哎呦 行情好像很大 好 因为之前行情真的是太大了 这是目前 我们联动台积电 然后联动大盘 可以跟你做这样的解析 相对你所帮助 那当然你要听一下 听得进去 好 你接下来的操作 整个逻辑思维 要跟这之前 跟这个之前 跟这个推升 还在推升当中之前 的操作逻辑 要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是推升 这推升你眼前 闭着嘴 大概都OK都OK 这个推升 可是接下来不是 它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架构 调整形态的结构 你的操作逻辑思维 要稍微改变一下 要稍微改变一下 这个是苦果婆心 我一直跟你讲到 我说台股位阶调整 台股位阶调整 你要审慎应对 居高思维 当然是各股表现 那持股精简精选 一样我们还是 维持在做多个股 维持在做多个股 因为它只是一个 A波拉回修正 然后还有一个B波反弹 这段期间都还是 各股的表现的一个阶段 好 那我们来看看各股的部分 特别各股的部分 昨天IC设计 尤其这是创意的 创意的创意涨停板 昨天还除息14块钱 昨天 那我说这个我们建好就收 亦然决然把它获利放口袋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我们这买在几乎就最低 1090这个地方 它这个西坡走五端 12345端 结束之后 我说这个地方我们有兴趣 特别这过程之前 一路跟你谈 有没有 这一档股票我不知道追踪多久了 这过程啊 三月二月一路追踪 这之前五坡走来 也是A波B波这个西坡下来 我说西坡的话 从1880大概西之一西之二 这个西之三正在跌 应该会跌五段 西之一二三四五 后来证明是不是 西之一是从1880到1400 这西之一嘛 西之二 西之三那时候正在跌 西之三正在跌 有没有 那跌完了 从1620 1620跌下来1215 那我还来台一个西之四 那还一个西之五 我说这西之五一旦走了吴小波 我就有兴趣了 果然精准待会命中 买在几乎相对最低点 上去呢 差不多昨天 昨天上去来到1585涨停板 昨天还除息14块 秒填息然后立刻还攻涨停 这14块再加进去 我们毅然决然把它获利出清 为什么 他们知道是今天还有高点 今天还有高点 今天还有高点 今天1640超不了很多 可是后来大家还剩1535 翻黑剩1535 反而跌35块 反而跌35块 那这个结构你看 头部这个1640这个点位 是左右就可以去 大概就预告 我说大概那个 它是一个大中小的架构 头部那个答案 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在这个地方 逢高清获利拔挡 全部出清 这个地方为什么 头部昨天就跟你谈了 我说他答案在这里面 答案在这里面 你看头部这一段最长 1880到1400 这个西之一西之二 它是12345 颇一个完整结构 跌势告一个段落 所以你至少这个地方 先抢一个反弹 那以后能不能推升 是以后的事情 就算它以后能推升 你这个满足区到了以后 它还是要先拉回再说 因为你如果能够推升 它势必要这个地方 它出现有一个出声段 出声段完的一 然后又转一个二 第二波的话 一转二的拉回会比较深 一转二的拉回会比较深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地方要买 两个理由 有没有机会推升 这是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 你至少先买它一个强谈再说 对不对 那也是精准命中 好 那这个获利出清可以了 这个已经大赚四百块钱了 一张四十万了 通过我们买在这相对一张已经是四十万可以了 好 见好就收 把它获利拔挡 获利出清完以后 我说你看 就是这一段 你这边是大中小 通过这个1880到1400是12345波 它不是正常第三波会最长 可是它不是 它是大中小的架构 类似大中小的架构 一般来这一区它是一个压力 1620 1620会是一个压力 今天多少 今天1640 差不多今天最高点1640 哇一个翻黑下来 所以这个我们主张 接下来它可能要稍微需要震荡成立一下 逢高把挡 见好就收 应该我是认为会卖得相当的不错 好 当然今天是第一天拉回 你知道是这个还好还好 好 如果你改天看看好不好 总是我们在操作都是有所本的 有它的相对应的理论架构来操作 好这三四十万 也没有浪费你失望 那真的是大祸全身 这两股票很多人都乱买买 1800 1700 1600 1500 然后1400乱买 买到最后呢 这个1225破了以后全部杀在最低 我们反而在最低去买它 买它以后一路上来 这过程不是一直买 同时有多人在那边讲创意 一直买买了不甘愿 然后杀完以后还是一直买买买买 一定要买到对为止 没有啊 同时没有啊 这过程从1880到1090 这个过程我们只买两次 第一次在1400一十块这里 这里有个细微波小五波 所以我抢它至少反弹 1400还可以买到1600多 我们也高出出的很漂亮 那出完以后它就又下来 这过程我买两次一次在这里 然后再一次就是这里了 1200以下了就这里了 过程很多人买买买 一定要买到对为止 买到对为止就说 哇你看我买了多低 然后赚多少 前面买了都不用算了 前面买了都不用算了 我说我这过程我们只买两次 一次在这个地方也把它赚钱 一次在这里 懂得是吗 好这是三四四三三三 我说我们追踪这两股股票 从它整个往383怎么往上推 推完以后怎么拉回 拉回以后从921再推第五段 推到2015 整个结构都清清楚楚 这个我太久了不再赘述了 那完开始做A波 开始做B波开始做C波 整个结构都清清楚楚 对不对 追踪也都如我们预期 一路在运行当中 这股票三四三三创意 有没有 那这把它获利拔挡也不错了 这是三四四三创意 对不对 那我说它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大中小 这里就是会有压力 今天来到1640 也是大概精准 大概就是 对于这一创意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现在你看不出来 改天如果说真的从这边 一路大无拉 如果这个点子是又漂亮 又是有贫有据的一个什么 买卖点位了 对不对 这三四四三创意 好来 那我说再来 我说近期你有一些个股 像是比较活泼的 你要做可以 你不用说 它这个一拉回跌停 然后隔天再一个低点 那个你就要跳进去 你就要跳进去 因为你这个叫做 我就所谓灵界 这个灵界 这个点位 什么叫灵界加区 这个不重叠 如果一二三拉回四不重叠 或是三正在走 这一回来 这都不太会重叠 那不太会重叠的话 对不对 等于这个停损点守住了 你这个点离 你这个一进来就是要 大概就要站买房 有没有 就要站买房 一般你正常强势股 你一个跌停 隔天的一个低点 大概就是最好买点 这个大概也屡事不爽 我们之前在买集帽 也是这样 1587的集帽 有没有 这个 这里也是这个 这个 38这个 这个38就是这里 这个强势一拉回跌停 隔天的一个低点 就38 大概就是这里 有没有 就这里 一买对不对 对嘛 我们是出在这个地方79.4 这已经赚了107% 等于这107% 你看我这个地方出完 到现在它 虽然有过一个高点 818 可是都差不多 我们出在79.4 107% 获利落贷 你看它现在已经 这一个多月来 有没有表现 没有 好 这1587的集帽 对不对 操作那个结构 跟这个结构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好的 那一种现在 跟之前我们操作 1316的上钥 也是一模一样 也是买在这一根 17块 17块 这个17块这里 17块买完 很快到28.8 这也是70% 也是很快70% 70%完以后 你看 有没有在懂 没有了 没有了 有没有 出完 有没有在 没有了 好 那一种比较 我说有时候 就一波上去 你就出完 就再来 就大概 你不要再去看他了 一天到晚 想要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因为他很多 西伟坡的脉动 一次战告一个段落 已经战告一个段落 我说那种 个股 我们讲坦白话 你看不到未来的 很多只有题材 什么都没有的 那可是呢 形势比人强 我们可以搭顺风车 可是搭顺风车 完之后 你要懂得下车 那懂得下车完之后 你就不要再看他了 我说那纯粹真的是 很多所谓的标股 十档有九档半 那都是足有题材 到最后你会发现 什么都没有 屡市不爽 看太多了 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 怎么当初讲的那些 什么题材 狗屁题材 到最后什么 什么屁都没有 过了一两年 你发现当初当初 什么都乱讲一通了嘛 可是股票有没有涨 确实有涨 形势比人强 所以你那种搭顺风车完之后 你要懂得下车 你不懂得下车 那个下场是很惨的 你一直想要期待他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转机题材 有他嵌入什么什么屁 听不下去 我们讲坦白话 什么都没有的最多 大部分的结果 都是什么都没有 可是呢 有特定人士在照顾了个股 他就是特别会长 你就搭顺风车 形势比人强 可是你要记住我一句话 搭完顺风车 你要懂得下车 就这么简单 下车完那个股票 你不要再看了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 你看嘛 事实上这个有没有 这个七十八十万 你有没有在什么 你一五八七 到现在是还刚开始 只是说这一个多月而已 那可是事实上 也是坐在这个地方的 同样的道理这个也是 四五六六的影翰 他现在又是什么机器人 又是一大堆有人 没有的 到时候你再看看有没有 可是呢 他现在是正 现在往上发展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这个形式比人强 你切入没有问题 切入 三十九切入一开始 很快涨停 涨停 昨天又拉一个涨停 今天又再创高 五十点九 大幅拉回 这个都 因为你切了点底 如果你今天买了 那不行了 太糟糕了 你今天追了 哇不得了下来 哇你一下子赔一根了 你可能会受不了 你昨天买得到吗 买不太到 昨天要买 这个一颗 所以说很快就涨停 可是怎么样 你不太敢动了 那这个有的就没买到 今天又再给他冲出去 完蛋了 一下 你前天拉回那个买是比较漂亮 那你开地 那是开地 你这种 这种比较活泼的个股 你利用大盘不好 一开地 开地你要再买饭 那昨天大盘可能感觉特好 你哇追上去 对你也追不上去 有没有 那今天今天也一样 有没有 那你看这结构 好来四五六二的影汉 那这个结构这样子 今天就过高 只要过高就是好事 对虽然说一个黑K棒 可是还要那个黑K棒不会很长 有没有 可是有老师有爆量 可是整个结构呢 目前看来 以我们这种结构来看 目前这个结构还是OK的 还是OK的 可是你切入的第一 你进可攻推可守 所以切入的点位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是四五六二的一个影看 影看 近期的个股 近期的个股 有些啦 就是说他已经活泼 跳跳跳跳 长起来 那个买不到 买不到你就欣赏就好 那个你也不用去分析 改了你买到买到就完蛋了 那种 我说那个看得到 吃不到的 那个绩效没有用 要真真实实能够看得到 又吃得到的绩效 那才是你要的嘛 对不对 那很多你现在 哇好像那个欣赏就好了 改天你也不要再入罪 一买到完蛋了 就先送你几根再说 都不先送你几根往下再说 了解是吗 这是四五六二的影看 来 那你这个油田 都不说这个油田 我说这个出生段 好 这边如果有一个推动的话 那这个细微波应该是一个一二三 这个大概也不太会重叠嘛 所以他拉回这个地方 我们会占买方嘛 好 等于是怎样 以小博大了嘛 停损很短啦 懂得是吗 好 那来到105 我们就买在105 这个要很买心 我这一大早就发抠讯 你就过来105再等 这个就等到 等到以后 他收盘107.5小赚 隔昨天到115啦 好 那就今天还是政党 那这个地方 一样它的架构呢 好 如果没有变化以前呢 你就不要动作 就把它续抱就好了 续抱就好了 好 这个也是比较拉回 临界价去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档 新天新的这档也是 老师这个无端都走完了 你看 他一来 就常常这种都跌破这种刺激上去 然后呢 有时候就 黏住然后就开始往上推 而且这一推啦 你这个地方一样两个理由啦 两个理由 买它有时候这一种结构啦 这种结构很容易 就直接推另外一段 那如果说真的 它在多整理那也无所谓 其实它在多整理的结构 大概这个都是 就是大概就平 就是一个横抬震荡的啦 你这个相对下缘 其实应该都可以占买方啦 好 以这种我们旧文的经验判断 它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正常这种 小五婆走完 这个 因为它这个对五婆短短那一种 它大概就在 它会回来很快 然后就破这个 破这个你又杀地哦 不是哦 它这个反而有时候是最好买点 然后接下来你要不要买另一个推动 有时候直接推动了 好 这个推动就另一个推动了 因为这边吴小波已经走完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个推动 或是说 哎 没关系再整理 这个下缘的地方 是可以站在那买方的 也是一样就如我说的 它也是来到那个临界价区 与这种能推动的一个架构的话 就那临界价区就是相对横低的地方 你布局大概也是进可攻 退可守的一个架构 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架构 你现阶段 头发你现阶段要布局各股 真的要小心又小心 我一直强调 头发现在台股的一个位阶调整 台股位阶正在调整 你要审慎应对居高思维 精简 精选 持股 没有问题 一样可以怎么样 从容来应对这个磐式结构 一个大概是一个 A波式的一个拉回 这要维持一段时间 头发只要维持一段时间 那画面下方有两个QR Code 一个是我们的Live粉丝团 因为近期大盘这个结构很重要 我每天都要把大盘的 讲解得很清楚 复途解说 你可以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好了 是我的免费的 那个是Live粉丝团 每天都会讨论盘式 那近期这个大盘相当的重要 欢迎你加入 另外一个是我的频道 你把它扫描 然后订阅就可以了 那我每天这个节目 也都把它上传到我的频道 那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进化波浪的一些 我录的很多影片 那些技术分析的教学都免费的 也欢迎你订阅 欢迎订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еле 樊好 想了解最新拿骨走势 估师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XV郎老师经言多年 毒霰理论 熟创进化 潑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人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晉升線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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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打頭部 真心照顧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波浪理論 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晉升線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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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打頭部 真心照顧 遲到了 看見行人行進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時 汽機車應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很慢耶 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 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另外在沒有行穿線的路口 不管同向轉彎或執行交叉 遇行人過馬路 汽機車一樣要停讓哦 汽機車行進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暫停讓行人先過 最高可處六千元以下罰還 停讓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內政部警政署 關心您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說畫面下方兩個QR Code 一個是我的頻道的一個訂閱的 你可以掃描訂閱 另外一個有很多基礎分析的教學 另外一個是Live粉絲團的 免費的 把它訂閱 把它掃描按加入就可以 那因為近期大盤很重要 我們每天都會把大盤的一個結構 解析得相當清楚 複讀解說 也歡迎您加入 那我說近期的台股 正在位階調整 你要審慎來應對 個股要更精簡 要更精選 好 最後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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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莎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嗎 不 保力達 滿牛 真是衝撲 會強 不 保力達 滿牛 請報應 空流水 破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破浪理論 首創進化破浪 更勝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新車線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